大家好,我是Amy 今天會做香蕉巧克力班戟 材料有這些 首先要把糖和鹽加入雞蛋入面,然後攪拌均勻 之後可以放入麵粉再攪拌均勻 然後可以分兩次加入牛奶 最後混合牛油就可以了 然後開小火抹油去筆尖鍋 倒半殼漿在鍋裡,快速搖勻 如果不夠快就會很快熟透 大約二十至二十五秒,就會看到它漲起了,旁邊轉金黃色 就要馬上關火 然後就由邊位開始,很小心地反轉那塊餅皮 成功 另外一面也是大約煎二十秒左右 煎好的餅皮就可以放在架上攤凍了 然後就可以準備餡料,切香蕉,和將忌廉打字起床 然後就可以塗一些朱古力漿到餅皮那邊,等一擦半邊就可以了 之後就放香蕉片 再擠一些忌廉上去 然後對摺兩次變成鮮型 其他都是一樣做的 完成之後就可以擠一些忌廉在中間 如果喜歡的話就可以加朱古力漿和糖霜起面 那我說這麼快呢,我們的香蕉朱古力班戟就完成了 我不客氣了 我先去吃東西,下次再見,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